不一樣的地方只有在這個資歷 這樣以後我們就可以去動態的變更這個名稱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這根叫加均指數 前面都一樣 如果我改成這個 我記得好像這個上櫃大盤 其他網址好像只有改這個 有沒有 其實他前面的這個網址都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只有這個 櫃買指數 有沒有 他裡面很多網址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 他的網站裡面的這個規則都找到的話 那以後的話只要修改那個後面的名稱 那就可以把你需要的整個網站 然後的所有東西都抓 像有一些 我記得好像雅虎股市就這樣 雅虎股市他有很多類股 那他類股前面的網址都一樣 只有類股名稱後面那個名稱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 整個股市資料全部下載的話 那其實只要變更這個地方就可以 OK 那這個方面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用到的 因為很多的網站 他其實大部分他前面的網址都一樣 差別只有在後面 或者在中間的某一個地方的名稱不同 那我們這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地方變更 那就可以整個網站的資料全部都取下來 那主要就是把這個資料取到哪裡 取到我們的Excel裡面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用所謂的IE物件 那其實我們上禮拜講的這一個部分 其實主要呢大部分的技術都跟那個下載那個什麼 就是之前的那個中央氣象局資料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從哪裡呢 其實從這個底下有沒有 清除資料 Create這個什麼 Object 就是取用IE物件 這些還有Navigate 連到哪個網站 那你會看這個網站的網址 他這邊有編碼 然後等待的時間 OK 其實這邊都一樣 差別的地方最大 就是底下的地方 就是說 我用了所謂的GetElement by TagName 那TagName我上禮拜有提到 就是說 我要抓取 他這個網址裡面的哪一個table 第幾個table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有刮弧 17 指的是呢 這個網頁裡面的第18個 18個table OK 那所以喔 如果你要抓像 剛剛講的 其實這個技巧 剛剛的資料 所以這邊假設怎麼樣算第幾個 其實很重要一點喔 你慢慢習慣 第一個找到網站 第二個找到你要的資料 比如說我要找第一季資料裡面的 2021到2014 假設我要這個區塊的資料 那以前的話就是選舉之後按複製 然後貼到Excel 不過如果說我今天要用程式來抓取的話 那特別主要一一 我還記得吧 選舉 左上角的 這個值得按右鍵檢查 然後呢 看一下他的table位置 所以標籤以後就看這個 他table在這裡 那怎麼知道呢 這個網頁裡面到底有幾個table 那我的習慣是把 往上找的table 就是小於table 這個把它複製 Ctrl-C Ctrl-F 然後到這邊的話 他會自動把這個table 放到下方這邊有一個尋找列 那各位可以看 特別主要 我是建議前面一定要再加一個小於 因為加一個小於的話 這個叫Tag Tag的話 前面一定是小於開頭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他的TagName TagName的話就標籤名稱 標籤名稱的話就table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一整個網頁裡面 其實就是這個網頁啦 這個背後的程式就長這樣 裡面的話總共會有26個標籤 叫做這個table的 也就是說這個網頁裡面 有26個這個表格 OK 怎麼知道呢 其實就透過這個 OK 這個就是HTML的標籤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是在第幾個 你可以用尋找的 當然你向下 向下 向下的話請你再觀察一下 順便觀察一下左邊這邊 你只要向下一個 他就告訴你 他是哪個區塊 他會用一個陰影的方向一下子 不過有時候 他會馬上跑掉 有沒有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區塊他會先用陰影 然後這個下一個的話呢 有沒有 就這個區塊 但是他有時候會閃一下就過了 實際上就是這個表格 OK 所以這個 OK 這個是這個 也就是說 當然 可能有些同學剛開始學習 像這樣的技術會比較頭大隻 你會比較看不懂 右邊的 右邊的這個程式 不過各位 不用太驚慌了 我覺得抓 抓重點 最重要就是這個標籤 這個標籤的話 實際上就是他構成的一個程式 這個就是HTML OK 至於那個 相關的細節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我是建議你可以再參考 相關那個HTML 網頁編輯的相關書籍 其實這就是最基本的那個網頁 OK 然後再下一個 那當然我要找到的 你會發現 我們的資料是在 不是這一個 快到了 好像再下一個 他是按照順序的 所以這個是 假設你要抓這個 其實你要改成這個16 16-1 因為從0開始 所以你把那個掛號改成15的話 那就會抓到這一個 然後一直往下 這個是第17 第18 有沒有 剛好我們要的資料 剛好就是這個區塊 那他的 他的那個 這個這個 數量的話 他這邊的 這個這個 第幾個 第18個有沒有 那因為呢 我們這邊的話 是從1開始 所以他是1 一直到26 所以1到26 那將來我要抓取的編號 是從0開始 所以必須要把18 0到25 OK 那所以18的話 然後必須把它減移 那就這個 這個數字的話 把它停到哪裡呢 停到那個 我們的底下這邊的 這個 GET 這邊 OK 所以 GETELEMENT BYTEG NAME 有沒有 TEG就是那個 小於符號 TEG NAME NAME的話 就TABLE 那你只要把那個TABLE 把它放到這邊來 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那個 這個網頁裡面的 這個標籤抓下來 然後呢 我要的是第18個 因為編號從0開始 17的話 等於是這個網頁裡面的第18個 表格 OK 然後再往下找 因為理論上一定先找到 表格 然後呢 其次的話呢 一定就是什麼 一個表格裡面 OK 表格就是這樣的 一個TABLE 那裡面的TR的話 是哪一列 抓的話一定是先抓哪一列 OK 裡面可能有很多列 當然就一列一列的 那列裡面的話 會有很多的TD TD的話 就是這裡面的 儲存格 所以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的 一個表格 裡面的哪一列 所以一定是先抓外 先由外 而內 OK 由 應該什麼 由上到下 所以這個是由外 而內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外面這個叫TABLE OK 標籤名稱叫TABLE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是在抓什麼 抓TR 那這裡面的話呢 就是TD 那之前 會多一個什麼 TH 那TH的話 就指了什麼 就是 儲存格裡面 最低一個 有時候是TH 不過 大部分好像 我記得都是 TD比較 TH 我印象中是比較少的 OK 那大家如果說 你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反正就照同樣的規則 有點像 套個範本吧 OK 那同樣的方法 如果你用在別的地方上面 不外乎就是這樣 那你 你就抓到 他的TABLE 所以第一個 把這個TABLE 整個 所以喔 有點像是 我先把整個 HTML的網頁資料抓下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我再去找 這個網頁裡面 的TABLE 第幾個 第18個 OK 然後再去把這個 有點像縮小範圍 有點像是 這一整個網頁裡面的 有很多很多TABLE 那我只要 這第18個 那其他的我都不要 然後呢 再把這個TABLE裡面的 TR抓下來 OK 裡面有幾個TR 就幾列的意思啦 所以 從2021到2004吧 可能這麼多 這麼多列 那我就一個一個把它抓下來 再把它裡面的TD抓下來 可是抓下來的資料裡面的話 還有包含那個HTML 那些相關程式 那如果我不要的話 我只要下一個語法 叫做Innertest Innertest 實際上就是說 我不要那個程式喔 我只要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 叫Inner Inner就是裡面嘛 Test 文字嘛 我要把裡面的文字 幫我抓出來 那放在哪裡呢 放在Sales Sales的話 指的是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們就是一個先 第一列 追的話 就是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然後再第二列 有沒有 這樣的話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就可以幫我們把那個資料 一個一個的抓取下來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東西了 OK 大致上這樣啦 其實 我是覺得 這套規則 只要你大概 多操作幾遍吧 然後多變化一下 好像試過的結果是 只要你可以在瀏覽器看到的網頁 幾乎要把它抓下來 都不是什麼問題 OK 只是說要變化 那最怕就是同學 可能對於那個 怎麼去做變化 比較會有一點的問題 不過 我覺得你多嘗試久了之後發現 其實基本上 好像要把網頁上資料抓下來 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所以 上個禮拜 大概做的 那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呢 除了說 你可以抓那個 第幾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 你可能會有同學會說 老師 那這樣算很麻煩 還要一直一個一個 算table 我們算到第18個 那如果這個 網頁裡面的table 數量很多 那不是每一次都要慢慢算嗎 當然也是啦 只是說 一般網頁裡面 table要有26個 其實倒也不多 我發現一般 超過十個的table 就算多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我上禮拜有提過 你不用去算的話 另外一招的話 就是用class 它後面有個class 那我可以怎麼 去找這個class的名稱 這個名稱 如果 我可以把它Ctrl-C 你會發現 把這個class 等於 算到裡面的這個資料 把它貼到這個尋找裡面 那你會發現 這個網頁裡面 叫做這個名稱的 開始的話 顧名思義的類別 類別名稱叫這個的 總共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有幾個呢 總共有五個 那第一個在哪裡呢 第一個在 你可以想 尋找有沒有 這第二個 第一個在這裡 那第二個的話 實際上也是就我們要的 就這一塊資料 那其實會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換成什麼 用這個className 去抓 它這個資料 所以上個禮拜 我好像有提到 在這邊 把那個 getElements Elements byTagName 的這個方法 TagName有沒有 把這個 TagName 改成叫做 className OK className 然後呢 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地方的名稱 有沒有 把剛剛那個 那個名稱貼過來 有沒有 就那個 雙一號裡面的這個 這個名稱 其實就是這邊 這個名稱 有沒有 把它複製 點兩下 點兩下 OK 把它選起來 然後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 getElements by 本來是TagName 把它改成叫做className 把它大小 其實大小寫沒差 然後呢 那 另外還要告訴它什麼呢 你要第幾個 有沒有 後面刮弧 那因為我要的是第二個 所以刮弧 就用 因為第二個嘛 從零開始 那就給一 那這樣的話 也可以 其實最後的結果 抓回來的 也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也是這個區塊 所以我上禮拜 另外有提了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說呢 你的那個 什麼 資料裡面 TagName太多 那你可以換成className 因為className算起來 只有 這個網頁裡面 叫這個名稱的話 只有誤個 所以相對的話 會比26個 稍微少一些 少一些 不過結果是一樣的 如果兩個方法 或者說呢 有很多的網頁裡面 這個className 有時候是唯一的 就是只有這裡出現 那就更簡單 你就抓這個就可以了 那就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給抓下來 最後抓下來 反正就是看到結果 網頁上看到什麼 然後最後得到的 也會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如果說你對這一段程式 不太熟悉的話 或者說你沒有存到檔一樣 當然開發人員 有沒有 這個Visual Basic 如果你要試的話 其實很簡單 開一個什麼呢 開一個模組 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然後呢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段的程式 其實就這一段Sub 到那個EndSub 這一段 其實理論上應該就可以抓得下來了 把它貼上 然後把它Run一下 Run的話 我是建立F8慢慢跑 F8 然後清掉資料 然後呢 建立一個IE物件 連到這個網站 等到五秒鐘 OK 那當然呢 這邊的話呢 我是沒有把那個IE物件給秀出來 如果你要IE物件秀出來 你可以再加一行 叫IE點Visible Visible 等於E就可以 E的話就True 它就出來了 這一行的話 你可以把它補在哪裡 可以把它補在這個 這個位置 等待的這上面 有沒有 連到這邊 IE點Visible 把它改大小 IE OK 點Visible等於E的話 那就是讓它跳出來 那底下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 一步一步的去看 比如說 我要抓這個網頁的第18個Table 然後分別把它裡面的TD 一個一個幫我抓下來 用回圈的方式 幫我把裡面的資料抓下來 你會不然這邊就 這邊會跟著動 然後下一個 有沒有 1月 然後2月 分別的話你會發現 這邊的資料 就逐一逐一的 幫我把它全部取出來 那最後我是建議 因為上禮拜還有提過 如果IE點要關掉的話 QQ OK 把它這個 這個關掉 這個可能要補一行 我雲端上好像沒有加這個 加的話會比較好 然後讓它全部跑 跑完之後的話 AutoFeed 最後幫我把那個給關掉 那就完成了 我們要的 我再補一下好了 補這個 把它加一個 然後Visible等於True的話 這個 這一行其實不加也是沒有關係 因為 如果說你加的話 到時候呢 它會閃 閃一下把它關掉 大家一般習慣是 你如果不要的話 前面就是再加一個單以號 可以把它 我把它注解掉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OK 你可以看到最後的資料就下來了 我上一半有提過啦 除了說你可以去抓什麼 抓這個地方的那個 加權指數之外 甚至你可以再加 抓什麼 抓底下的指數 因為我們只有抓這個 這個表格 那如果說你要再抓其他的 比如說第一季的下面資料 你可以再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抓到底下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季 有沒有 這邊有第二季嘛 然後再來抓第三季 再來抓第四季 因為我們如果抓一塊 所以底下的話 如果我希望把四季的資料 全部通通抓下來的話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一季放一個工作表 算了 如果我說假的啦 不過這個延伸性的部分 可能請各位自己再做做看 比如說我希望 因為目前我只有抓什麼 抓第一季的2021到2004 這個區塊而已 但如果說我底下資料 通通要抓 而且並且 我希望這邊可以 這邊是第一季 然後呢最好是可以 自動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自動再抓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那這個地方 大概後面的部分 可能要請 各位自己再把它延伸出去 如果通通可以完成 那不就 抓資料 其實就不需要 特別去做 做土法煉鋼的動作 OK 這什麼能做到 絕對可以 那其實理論上 你滑鼠鍵盤能做的是 程式都可以代勞 也就是說呢 你以前整體 全部做的一個連串的動作 全部都可以變成一段程式 類似像這樣 一個SUB 那當然如果你有很多動作 你可以寫成很多SUB之後 再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這一件事情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把它稍微重點 複習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話 就是要再找另外一個案例 我上個禮拜有提到過